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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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舉行一系列的講座和工作訪問 去免費一下工作開放的 今天我非常榮幸地請到了 我們第二巢講座的嘉賓 我們的劉璇峰老師和白岩松老師 為大家講一講古典音樂的現狀 下面就邀請兩位 今天是第一次到頒獎樂樂書店 這個書店我是九雲大名 而且我們見到過一些講座家 寫一些家座的地方 但是這個環境非常好 其實在北京法座的環境不難 但是男的男的他是在園園園的旁邊 他有一種文化的那種氣場 所以今天另外他就是 大清皇的學校比較近 這個地方也是我大清期間 經常過來玩的地方 所以今天來了還是覺得很新興趣的 像回到家裡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的這個講座 在這裡舉行戲份 肯定很非常輕鬆的 我們就一起聊一聊 這個古典音樂的 什麼的現狀 其實就是聊聊 這個我們身邊的音樂生活吧 今天呢我非常高興的是 白岩松能夠 就擺盲之中吧 能夠來一起參與這個探討 討論 因為我一直在想 我對古典音樂呢 很多的看法 更多的是來自宅 因為我是一個 一個缺少理智的一個 古典音樂迷吧 是一個愛好者 因為白岩松呢 他也是一個古典音樂迷 但是他很多問題到他那裡 就會上升到一種理性的認識 所以今天來我們倆也是互補一下 一起來聊一聊古典音樂 很高興啊 大家還有閒功夫 在這樣一個三天長假的 起碼要拿出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到這兒來聽聽 雪峰老師跟我在這兒扯閒篇 聊點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在哪一個 尤其在近幾十年來 恐怕在哪兒都不是說 通俗的流行的 我也相信將來也不是 但是他可能是人生必須的 我總是為那些錯過了的人感到遺憾 剛才雪峰老師說了 說他這個是感性的 這種感性來自哪兒呢 他這個十幾歲的時候 就開始追逐古典音樂 但是那個時候 古典音樂的門 根本在中國還沒有打開 文化大革命的末期 然後上學的時候 中學吧 組織簽名 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來為他這個點 一個是愛之死 是吧 還有一個是 瓦格納的 有一個這個全作曲 這麼多細切都計算 真是 我想起來就很激動 是吧 所以你得從那兒說起 我猜想那個時候 不僅僅是一種 哎呀這個理性啊工作啊 你是一個學生 但是狂熱的組織全班同學 而且要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裡去點播 這一個點播恐怕就是一個 自己聽不到好版本呢 還是還是一種需求 還是讓別人也都能聽到 當時是我聽到了一個日本的唱歌 聽了之後把我感動的 因為十幾次 應該是密文的 對 感動的真的是系列花拉的 所以說 特別希望讓全班同學跟我一起受這個感動 這個劉老師幹了很多很多的事 人家是北大的學歷史的吧 學中國史的 中國史的 對 離這兒很近 但是人現在的主專業是音樂 所以今天我們兩個人的配備呢 用剛才劉老師的話來說 叫一個是感性的 一個是理性的 用我的話來說 叫一個是專業的 一個是門外汉 所以在座的各位 恐怕也有專業的和門外汉 我代表門外汉的那一波 其實古典音樂我一直覺得 我不叫老師了 叫雪峰大哥 我覺得古典音樂 這古典這兩字把好多人給說走了 其實你說古典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好像是一百年二百年前 留下來的東西 其實古典音樂自身也在更新 不斷的在出現新的東西 古典音樂這個史音樂說起來的一個話長 它還是提到這個所謂古典的 它不僅僅是一個經典的意思 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有它的譜系 還有它的一個流傳的一個過程 這個東西呢 就是說如果把它界定 因為很多東西它都有經典的東西 但是說很多東西 最避免像古典音樂被 有一種口氣和一個流傳的一個很清晰的 就是